安波足球快信,2021年2月26日,亚仙奴险胜斌菲加进级,星期五凌晨,勾霸杯32强,次回合,英超豪门亚仙奴,同袍超劲女斌菲加惠斯希联雅典。 比赛过程可谓跌宕起伏,双方踢出相当高质量对攻,上半场,奥巴美洋先升夺人,接队有妙传见攻,但半场结束前,迪奥高干卡维斯射入世界波,攀平比数。 换边之后,拉法斯华帮助宾菲加一度反超,基兰迪亚尼为枪手破门,将比赛原念流到最后。 比赛尾段,奥巴美洋投锤得手。最终亚仙奴守住胜果,赢3比2,两回合,总比数4比3进级16强。 开场7分钟,奥巴美洋前场底线附近接波,简单摆脱后,扎角度起脚初射被利迪直接没收。 比赛进行到21分钟,枪手前场组织攻势,布卡约沙卡,送出精准直线球,奥巴美洋接应转身挑射破门,领先1比0。 43分钟,迪奥高干卡维斯操刀佛球,直接攻门力度10足,直飞龙门左上角,宾特利努飞到尽,都够不到个波,宾菲加追平1比1。 换边再战,枪手前场连续短传,配合由奥迪加特送出的直线球,奥巴美洋接应挑射得手,但球正是2月为在先。 剧情峰回路转,61分钟,利迪开大脚,斯巴路斯顶波失误,拉法斯华趁机形成单刀,顺势挑过宾特利努轻松射入空门,宾菲加反超2比1。 陷入绝地的枪手,作出换人调动,无耐就收到成效。67分钟,韦利安底线附近,回传禁区线前一步的基兰迪压尼,后者稍作调,整肩且完成摆脱,直接抽入龙门右下角,比数改写为2比2。 87分钟,布卡约沙卡又一次,同奥巴美洋成功连线,前者禁区右侧踩单车拆出精妙湖线,后者看准机会投锤破门,亚仙奴重新领先到3比2。 比赛结束,枪手两回合以4比3击败宾菲加,有击无险晋级16强。 你听着的是安播足球快讯,我们为你提供各国球赛,的赛前分析,赛后报告,世界足球花水。 你听着的是安播贺帯格是没感ения的,我可以听着你。